凯特王妃养病细节 住在皇家别墅衣食无忧 配备了帅气私人助理 自从凯特王妃宣布住院后 引发了巨大的讨论 本尊却始终没有亮相 如今养病细节浮出水面 粉丝们不光没有安心 反而更加担心威尔是王妃 王室记者珍妮邦德 在接受OK杂志采访时 爆料凯特目前住在安莫尔大厅 这座皇家别墅有时间卧室 周围的环境很不错 可以让凯特换一种心情 威廉王子出席公务的时候 透露凯特的情况很好 并且已经处于稳定的阶段 感谢了民众和粉丝的支持 威尔是王妃神秘消失两个月 八卦消息的版本越来越多 王室却没有公布任何进程 目前外媒放出的消息是 凯特身边有四位贵族闺蜜团 并且家人也轮番看货 事实上凯特作为英国王处妃 可以享受全球顶尖医疗条件 根本就是不愁吃穿的状态 为了让凯特增加食欲 厨师制作了美味的食物 据说夏洛特公主也亲自下厨 此外还安排了豪华的水疗日 期待凯特的定情能够好准 对于凯特王妃来说 现在养好身体就是最紧迫的任务 母亲卡罗尔机关算尽 听尽全力把凯特嫁入王室 现在整个家族已经破产 女儿成了唯一的依靠 王室内部人事爆料 凯特现在渴望换个环境 曾经一家人还来到桑德林恶母度假 但是王室的态度很明确 就是不发布凯特的禁照 不同寻常的举动引发了大众的猜疑 根据Tettler杂志透露 凯特王妃的私人一生 为他制定了每日饮食 特殊时期 需要丰富多彩的饮食恢复体力 并且还要避免高强度的运动 此外 王室还为凯特配备了帅气的私人助力 引发了大众的热议 该助理名叫汤姆怀特 一直为英国王室服务 曾经担任伊丽莎白女王的武官 汤姆一直是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军官 高大帅气 不少读者都认为 这个私人助力 横向网球名将罗杰费的乐 并且还在网上发布了很多对比照 这个消息曝光后 很多网友的关注点 都放在了汤姆怀特的高颜值上 本身就高大帅气 穿上制服后更加英俊潇洒 引发了部分女网友的激烈讨论 按照英国王室的说法 现在凯特处于养病阶段 肯定要增加工作人员的数量 汤姆怀特中校现年36岁 拥有丰富的精英突击队经验 一直对女王忠心等等 之后还得到了查尔斯国王的重力 附近曾担任皇家海军陆战队司令少将 马特霍姆斯的军事助理 并在普辞茅斯海军司令部任职 汤姆怀特之前就受邀 跟凯特王妃一起出席活动 根据电讯报爆料 汤姆怀特去年的呼声就很高 如今经过查尔斯的同意 王室终于为凯特换了秘书 维尔是王妃之前的秘书 和内考科伯恩洛杰 因为个人原因选择离职 在这个特殊时期 王室又为凯特配备了新助理 看来是想让他得到更好的照顾 按照王室的传统 核心成员的私人秘书必须可靠 大部分是从温莎家族内部提拔 汤姆怀特深得女王的信任 因此现在才临危受命 担负起重要的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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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